基隆表演艺术中心开幕季 音乐舞台剧《阿嬷的歌本》 是被芝加哥媒体以 转现台湾生命力及软实力的 音乐响宴风靡之城 为标题大篇幅报道 并荣获国议会台湾Top 杰出演艺团队肯定 作品双向录审WSD 2022世界智场设计展的 新古典式内乐团之经典剧作 全台巡演引起广大的回响 并获得极高的评价 近年来 新古典式内乐团积极投入 结合在地杰出制作 及表演艺术人才 将丰厚的台湾文化元素 以创新的语会和说法 呈现出音乐剧场的新美学习式 经典作品 音乐舞台剧《阿嬷的歌本》 将原创十余盛的剧本 经由编导吴维维重新改编 舞台级影像设计 为由荣获 2022世界剧场设计展 金奖的王义胜操刀 并集结顶尖设计群 及表演艺术家 透过乐团演奏 即使影片及创新的多媒体等元素 将这出具有台湾怀旧素材 却内涵四个西化神辣寓意的作品 有了崭新的详练 艺术总监技艺乐团指挥 陈信仪老师说 带来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 音乐舞台剧《阿嬷的歌本》 那我想这个虽然是一个怀旧的体材 但是我们在整个作品当中 这个带入了四个希腊神话的一个影域 所以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作品 特别是有非常经典的国台语歌曲 穿插而去带出这个 阿嬷年轻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从一本这个孙子回到阿嬷的故居 去整理遗物的时候 所发现的这个阿嬷的寡婆 这个非常非常具有这个温馨感人 又效忠带累的这样的故事 我想今天所有的这些国台语歌曲 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记忆 那现场我想包含了老中青三代 还有很多的学生也来到了现场 我们感觉到这个基隆人的热情 台上台下的一个互动 也带给我们新古典室内乐团 还有这一次阿嬷的歌本 这个剧组 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 我想还剩一个月 鼓励大家进到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一起来感受这个场域的美好 陈俊宇一本阿嬷遗留下来的 歌谣笔记本为发展集中 跟着剧中纪录片导演孙子 小姑的脚步 一同访谈老巷梦里的导辈们 进而发现阿嬷年轻时 一段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剧情温馨感人又效忠带累 引领着大家跟着故事中的人物 透过一首首经典动人的歌台语歌曲 包括 《寿鬼安》 《摩刷春线》 《青春日》 《寿无为人》 《小城故事》 《千年万语》 《给我一个吻》 《不了情》等动人绕歌 感受台湾人情细腻温暖的独特风情 找回存在你我心中 那分属于自己的记忆 并对台湾在地情感深刻体验 一同有抱无尽美好的艺术境界 欣赏演出的观众翁淑玉说 那这里面的歌曲的部分呢 也许小朋友都没有听过 也许他们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有听过 那我希望说 藉由这次的来欣赏演出 可以让小朋友可以传承他们的记忆 那以后也可以来了解这些歌曲 我希望说以后有更多的机会 带小朋友进入演艺厅来欣赏 一同回味属于台湾的经典歌曲 感受这出由台湾 杰出在地表演艺术家们 共同呈现出这一段阿嬷年纪时 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温馨感人 笑装带泪 找回那份属于自己的记忆 公民记者蔡忠和高维成 基隆市中正区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